作者 赵俊峰 图片来自网络美国人本来以为,凭借着武与伦比的先进武器和训练有此的士兵,一定可以干净,彻底的消灭恐怖主义分子。 但是美国四处反恐的结果,却是恐怖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只好被迫改变策略。 9月3日美国中文网人引纽约时报报道,五角大楼打算从明日而撤出几乎所有的美国特种部队。 撤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去年四名美国特种兵在明日而遭伏击全部身亡,当然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应对大国间的竞争。 这还不算,还要关闭在托尼斯、卡玛隆、利比亚和肯尼亚的军事哨所,撤掉在非洲的八个精英反恐怖队中的七个,最终只保留在在索马里和明日利亚的军事力量。 美军在非洲全现大溃败,实属无奈。 近些年,非洲这片古老的大陆也成了恐怖主义资深的温床。 恐怖组织在中东和爱富汗被打散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呈现扩散之势。 非洲由于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盘剥,经济落后民众生活贫困,加持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中被迫撤出时,故意制造了众多的领土、种族、宗教矛盾。 这些都客观上类恐怖主义在非洲的快速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在北非、东非、西非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地区。 恐怖主义更是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涌现出来许多被西方国家、北马或其他国家认定恐怖组织,有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伯格圣地、索马里青年党、山上领抵抗军以及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等,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室内,把本西方国家联合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贝政权,大量武器流落到民间, 刺激了大批新的恐怖组织涌现,这些新崛起的恐怖组织,为了打出民生大都敢想敢干,非洲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新的策源地,逐步形成三大恐怖袭击都发展,西非以尼职利亚北部和马里为中心,东非以索马里和肯尼亚为中心,北非恐怖分子则已从摩洛哥到埃及一带为基地,面对恐怖主义的扩散, 美国也加强了在非洲的反恐力度,尼日尔在美国反恐怖局中地位重要,紧临基地组织分支斯尼尔的马里, 还与IS和其他极端分子,活跃,德利比亚以及极端组织伯特圣地,横行的尼日利亚接壤,美国在尼日尔临时驻加了800名军人, 2017年10月,美国士兵在尼日尔与马里交界附近巡逻时,遭到武装分子伏击四名美军士兵丧生, 这次伤亡让美国重新评估了在非洲的反恐行动,美国国防部在最新国防战略白皮书中,要改变在非洲大陆的反恐策略, 用国防部长马里斯的说法就是,虽然仍然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 根据五角大楼的意见,非洲司令部将重新部署,目前分布在非洲大陆的数百名美军,尽管马里斯给出的理由很合理, 其实却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在非洲大陆反恐的失败,实际上不但是在非洲, 在爱富汗美国照样面临着反恐大业功亏一篑的危险,尽管当初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早已垮台, 但是分散了删去农村的塔利班、武光和其他恐怖分子,依然是爱富汗政权生存的巨大威胁, 其发动的持续不断的攻势已经迫使美国和爱富汗政府均归缩的城市之中, 广大的小城镇和农村,完全成了塔利班的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当初信誓旦旦要剿灭塔利班,但美国也不得不改变策略, 观察者往7月17日的报道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高级外交官员蒙求与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直接谈判, 美国在爱富汗反恐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特朗普迫切希望结束长达17年阿富汗战争, 按照美国一贯的脾气,只有打不过的对手,才会想到坐下来谈谈, 看来美国对这群像花子一样的塔利班武装贩色实在是没辙了, 在恐怖主义的另一个重灾区中中, 美国花的力气不少但是也不容乐观, 最大的恐怖组织以斯兰国虽然被打散, 但是却在世界范围内扩散, 欧洲国家普遍都感受到了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甚至在东南亚国家都有了以斯兰国的身影, 加之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 使得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更加肥沃, 尖锐的宗教和地缘政治矛盾, 使恐怖主义随时都能全土重来, 当初美国现实淡淡的反恐, 如今恐怖主义却遍地开, 花,不能不说美国的反恐战争经济失败, 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也不可避免地破灭了。 未经许可避免地破灭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